谢谢主席带领我们读这段经文 这段经文是世界当中少有的有关天堂地狱的经文 在这本世界当中真正谈天堂和地狱的事情其实是并不多 除了启示录当中谈了很多这样的有关天堂和地狱的事情之外 在其他书的当中书卷当中很少提起 但是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这其实是一个比喻 在这个比喻的当中来让我们来看见天堂和地狱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我在困体之前曾经读过一篇报道 是记者报道纽约唐人街在餐馆邻里的地方 那采访一群偷渡到纽约的华人同胞 那这些同胞呢他们背景离乡 那生活在那个很狭小的一个地方 因为没有身份 所以他们惊惊之了每天都胆战兴惊 那所以呢白天呢他们就拨居在那个餐馆底下 因为他们都是打餐馆工 所以呢整个白天呢就在餐馆地下室 那做这个餐馆工 那到黑夜以后呢 然后再到住的地方 那住的地方是又脏又乱 那几个人就住在一个很狭小的地方 那就是这些通路客们 那他们真的是当初离开自己的祖国的时候 都是满怀美国母 怀着很大的希望到这里 可是却发现完全不是他们所想象的那样 生活极为的艰苦 特别是非常的孤单 因为没有身份也不敢到去乱走 所以只能够待在那个地方 所以呢在那里特别的孤单 生活就是更艰苦 你想想因为他们没有身份 所以呢顾问他们的老板 就刻意地来压榨他们 给的薪水非常的低 那有些人想回去 可是呢想到说 那父老乡亲对他们还有 对他们还有很高的期望 然后呢为了偷渡 又借了很多的债务 所以呢就想回 但又不能够回去 只好就在那里苦苦挣扎 那有些人死在那个被窝里 那过了很多天之后 才被室友发现 所以这些当记者去采访他们的时候 他们就吐苦水 就把自己内心的挣扎 把他们所想的 通通就告诉这个记者 那当记者离开的时候 他们提了一个要求 他们说 请你们回去之后 告诉我们那些同胞 这里太苦了 不要来 这里太痛苦了 请不要来 我相信 不仅是美国纽约唐人街 那块地方 太苦了 大家不要去 相信在美国各地 都有那个很苦的地方 你不要去 不光是美国有很多的地方 可能在世界各地 都有很苦的地方 包括我们的邻居墨西哥 我二十多年间 我十几年前曾经去过 那到了提巴拿 最难免走 哇 那个贫穷也是很难想象的 他们所住的 都是用那种硬壳扯拉的房子 一下子 披挂说 这个家就没了 所以很多地方 都是太痛苦了 不要去 当然 有一个更痛苦的地方 更不应该去的地方 在哪里 就是今天 我们刚才所读的 这段经文当中 所提到的 那个财主 所在的地方 不光这些同胞 在那里 要借着 这个记者 那坦说 这里太痛苦了 请不要来 那圣经也借着 这个财主的口 向地上的人呼喊 这里太痛苦了 请不要来 就像我刚才所提到的 真正圣经当中 谈天堂地区的经文 很少 那在这里 是其中一个 那很多人认为 这个故事 这段经文 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那当然更多的人 包括我自己也认为 他只是耶稣所讲的 一个比喻 就是要借着 这一个比喻 让在地上的人 让他所接触的 这些人 知道说 哇 还有一个地方 其实有两个地方 我们要考虑 在生前 就要考虑 预备将来去的地方 在生前 就要做预备 因为将来有两个 可去的地方 一个非常的荣耀 一个非常的痛苦 那在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来看看 我们仔细来看看 耶稣要在这个故事当中 要告诉我们 一些什么样的真理 那借着这个故事 我们也看到说 其实有几个 很重要的 就像一个巨一样 有一幕一幕的 那个巨幕 那首先 地上有一幕 地上有一幕 在经文的开头 两节当中 就提到说 地上有一幕 在这里说到说 有一个财主 身穿紫色袍和西马鲁的衣服 天天奢华一乐 那地上这个财主 那用紫色袍和西马鲁 来形容它的富有和尊贵 因为紫色袍 就是贵徒 就是有权有势的人所穿的衣服 西马鲁是非常昂贵 在当时时代是非常昂贵 比金额还要贵的 意料 你就知道说 这个人是非常的富有 也非常的聪贵 在这里又讲了说 天天奢华严恶 天天奢华严恶 如果你是犹太人的话 你听到说天天奢华严恶 你会想到什么呢 如果你是犹太人 因为我们不是犹太人 我们看过就看过了 如果你是犹太人 看到说天天奢华严恶 如果你是犹太人 你首先会想到什么呢 天天 天天会想到什么 安息日 安息日 怎么也奢华严恶呢 在犹太人当中 那个安息日 那个礼拜六 你是不可以动火的 不可以劳作的 你怎么可以奢华严恶呢 所以当犹太人听到这个故事 就知道说 这个人一定不是一个敬贤的 不是一个敬拜神的人 那用天天奢华严恶 来形容这个财主 他的富有 他的奢侈 那另一个人 叫阿萨路 是讨饭的 红身身窗 被人放在 被人放还是客气的 其实是被被人抛在 抛在财主的门口 要得这个桌上掉下的 淋水冲击 并且狗来填他的窗 狗都来填他的窗 说明什么呢 说明这个人 不光是贫穷 还生有严重的疾病 连赶狗的力气都没有 只好任凭躺在那里 被人扔在这里 然后那个狗来舔他的这个 躺龙的窗 他都没有力气 来赶他 甚至吼他 那地上的荧幕 当然我们看着的时候 就有一个感慨 这个地上的生活 真是非常的不公平 没有什么公义可言 这个富有的这个财主 整天奢华艳乐 却看不见 一个贫穷人在自己的身边 视若不睹 麻木不忍 甚至连 如果是犹太人的话呢 连安息人都不遵守 就更不要说 来照顾 看照犹太人的律法来讲 一个敬虔的犹太人 你必须要照顾贫穷人 可是这个人 一点也没做到 所以我感叹这个世上 真的是太不公平了 没有什么公义 太邪恶了 这可能也是我们现在时代 我们常常感慨的一方面 就是说 为什么那些好人受苦 那个坏人当道 为什么那些义人命就那么短 那个坏人却命那么长 我们常常感慨 感慨这个世界 真的是不公平 真的是邪恶 这是地上 他们还活着的一幕 那紧接着呢 紧接着提到说 我这里说是天上的一幕 其实是阴间的一幕 或者是死后的一幕 刚才是活在地上的一幕 那现在是死后 原来还没有完 还有一幕 在这里说 那个讨贩死了 被天使带去 放在亚伯拉的怀里 财主也死了 并且埋葬了 在这里说 放在亚伯拉的怀里 是一个形容的说法 是指进了天堂 在天堂里 好的无比的意思 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 天堂就是一个安静 祥和富裕 是一个平安 没有痛苦的一个地方 是人间根本不可能有的 一个福乐之地 用亚伯拉的怀里来讲述 天堂的美好 那这个财主也死了 被埋葬了 在阴间受痛苦 那举目远远地 看见亚伯拉的汉 又看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 就喊着说 哎呀 魔族啊 可怜我吧 打发拉撒路来 用凉水来沾沾他的舌头 因为在这里 火焰极其重 当我们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哎呀 我们终于树立一口气 原来还是有公平 还是有正义 不是抱时候未到 那到了都离开这个世界 是世界的时候 到了另一个世界的时候 哦 原来 这个情景完全地颠覆了过来 那个财主却死了 却在阴间受痛苦 而那个贫穷的 那个 红身身疮的拉撒路 却到了天堂 那拉撒路这个名字 其实很有意思的 刚才地上的那一幕呢 那我们看到说 哇 真的是很不幸 又贫穷 又红身疾病 可是他这个名字叫拉撒路 拉撒路的意思呢就是 神是我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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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我们看到说 哦 这个名字跟他的 生活的景况是名不符实 因为在犹太人的宣传当中 你富有是因为神与你同在 神赐福你 你贫穷你疾病 是因为神没有你同在 神降过于你 正乎于你 所以你才贫穷 才会无生疾病 所以他的拉撒路这个名字 与他当时地上的状况 是完全没有关系的 但是到了这个 应接的那一幕 到了死后的那一幕当中 哦 终于收了一口气 原来神真是他的帮助 神真与他存在 真的神是那位公义的 是公平的神 在将来的那个时代 神会按照他的标准 来审判 就像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那里 要把羊要分开 绵羊山羊要分开的 将来在耶稣来的日子 第二次再来 或者我们离开地上 到了天上以后 神会把我们分开 在这个天上的一幕 或者阴间的一幕当中 我们看到说 那个在地上天天艳乐奢华的作用 它的光景 比地上的拉萨路还要凄惨 因为他在这里说到说 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 这里几次提到痛苦 总共四次在这段故事当中 四次提到这个痛苦 你就知道说 地狱里 阴间 财主所带着的那个地方 真的是痛苦 无比 是我们地上的人根本没有办法 所想象的 在天上的一幕当中 我们看到说 这时候 这时候 财主 但是在这一幕当中 他还有一个祈求 是说 这里太痛苦了 请让我家里那五个弟兄 让他告诉那五个弟兄 不要到这里来 有这样的一个祈求 但是他所得到的答案 让他有希望 还是让他更加绝望 他的两个祈求 都遭到了 然后让他们拒绝 因为在天堂和阴间 有深渊相隔 根本不可能互通有无 不可能来传信息 刚才说 这个故事应该是个比喻 不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就是因为你不可能对亚伯拉罕去讲话 也不可能跟拉撒罗去讲话 耶稣只是用这个比喻来告诉你 那个阴间 地狱当中的财富 他自己的经济 在地狱里 他才知道说 过去在地上那些财富 一点都不能够帮到自己 他用财富所围的 所拉拢的 或者是所结交的那些朋友 一个都不能够帮助他 在地狱里 只有受痛苦 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 他自己想 既然我在这里受痛苦 那个亚伯拉罕已经拒绝他 让拉撒罗给他扔他的舌头 那 OK 既然在这里这么痛苦 我的那五个弟兄 不要到这里来 你发现这个人有没有改变呢 有没有改变 当然有改变 在地上是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人 根本可能想不到自己 那五个弟兄 也可能想不到自己的父母 不知道 这人没有讲 但是至少 自己穿五千的那个乞丐 他是视而不见 并而不闻类 这么一个自私的 自立的一个人 在地狱里 他突然想到 他还有五个弟兄 还没悔改 哇 这也真的是 让我们大吃一惊 哇 这个人居然这时候 还能够想到别人 但是 我们发现说 在地狱里 的确 他有这样的一个心声 希望他那五个弟兄 不要到这里来 不要到他所在的一个地方 因为极其痛苦 是在火焰当中 极其痛苦 那当他的两个要求 遭到了亚伯拉罕的 好像是很 无情地拒绝之后 故事大然而止 那你我读到这里 我们对这个比喻 有什么样的一个领悟呢 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反省呢 耶稣 要借着这个比喻 要告诉你 我什么样的真理呢 那他把这个天上的一幕 或者应见的一幕 你死后的那一幕 还有地上的一幕 做一个对比以后 难道只是让你我 看看热闹吗 听听故事而已吗 他要释放一个什么样的信息 给你我呢 借着这个故事 主耶稣要告诉我们很多的真理 我们在这里就简单地提到几点 其中第一点就是 你我将来要活到永远 不是只有今生这几十年 你最多也活给一百一 一百二 一百三 一百四 一百五 还能这么说啊 平均 就像圣经所说 若是成龙可他八十岁 平均年岁就是这样 几十年 我们很多人以为 我们只有今生 没有什么来生来世 没有什么天堂 没有什么地狱 但是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我们将每一个人 只要你从龙虎当中出生以后 你将要活到永永远远 只不过你离开这个地上以后 你要到哪里去 过那个永永远远的生活 在这里 在这个故事当中 告诉我们说 在地下的短暂的年龄之后 我们还有两个去处 一个是财主所去的 那个阴间 那个地狱 另一个就是 拉萨鲁所去的 那个雅拉昂所在的地方 在这里 很轻描带写地讲 这个 这个 拉萨鲁 OK 拉萨鲁呢 只用了一个词 来描述 来描述 我没打到 没打到这上面 那是雅拉昂说 他在这里得安慰 只用一个词 来代表天堂 得安慰 这个拉萨鲁在人间 那么痛苦 那么潦倒 但是到了天堂 雅拉昂所在的地方 他得安慰 就用一个词 来代表将来 我们活到永远远 其中一个地方 是要得安慰的地方 神所在的地方 拉萨鲁 雅拉昂所在的地方 当然是神 掌权 掌权作王 那个地方 那另一个去处 也是这个是 这段经文当中 卓中所提到的 就是 财主所在的地方 就是阴间 就是地狱 就是火焰 燃烧的 那个极其痛苦的地方 我们每一个人 将要活到永远远远 很多人以为只有今生 所以对于死亡极其的恐惧 其实不管我们华人 所有的民族当中 只要不信神 一提到这个死 都很忌讳 包括我们华人 我们根本不提死 这个字 在西方 很多人 连那个楼层 都要避开 他们认为不吉利的这个数字 就是生大提到一个死字 可是我们明明都知道 每个人都要死 但是 我们却很少想到 甚至根本不承认 有一个比肉体死亡 更痛苦的一个地方 就是阴间的地狱 在那个地方 刚刚提到的四字 特别强调说 是痛苦 极其痛苦的地方 是我们 我们地上的痛苦 我们只要你生活病 你潦倒过 出了意外 你可能对于人间的疾苦 稍稍有些体会 有些了解 但是在地狱当中的痛苦 我们没有办法去了解 更没有办法去体会 所以耶稣 提亮我们 透过《奇事》 《圣经》《奇事》的书 让人对于地狱的痛苦 有一些丝丝的了解 当然 更是要看《奇事录》 《圣经》当中最后一卷书 专门讲将来 世界末日的时候 同样是提到的 那里是极其痛苦的地方 是硫磺和火壶燃烧的地方 而且是永远远 这个痛苦 那是一种折磨 地狱 不是一个死去的地方 而是一个死去的地方 很多人在痛苦的时候 说 哎 让我死了算了 好像有解脱 但是在地狱里 你根本解脱不了 你想死死不了 所以很多人在地上 什么宣传人死如灯灭 人生如梦 什么人生一场游戏等等 都是鬼话 出于魔鬼的话 我们不要相信 你至少要花一些时间 来了解 到底有没有天堂 有没有地狱 有没有来世 有没有来世 需要花一定的时间 就像我们奥远康林 那个马云通教会 他的牧师 他当教会 专门用四十天的时间 人生可能就八十年 但是你值得花四十天 来了解 你人生的意义 人生的价值 人生的方向 人生的去处 值得的 用四十天 所以他们有个 Purpose to your life 40 days 很多教会 都笑话他们 用四十天 来思想 人生 你这一生到底怎么过 才有意义 当我们知道 确定将来有两个去处的时候 你在短暂的这几十年当中 你就可以来 花更多的时间 来为将来做预备 因为你今生的 属灵的状况 是可以带到将来的 如果你今生是贫穷的 就像这个财主一样 你是没有办法带到天堂的 因为那些不是属灵的东西 那些属世的东西 一样都带不进去 但是他在地上 属灵的光景 是zero 他没有办法带到天堂 尽管 一成二百 但是 正像他的名字所说的 神是他的帮助 他的属灵生命 是有的 是丰富的 所以他可以到耶稣呢 到神呢 所以你在今生可以有更多的时间 来为将来做预备 可是如果我们不承认有来世 有天堂的地狱 那我们只好 就为了这几十年 来打拼 我们没有办法为将来去做预备 所以 刚才所提到说 这个故事当中 比喻当中 提到的一个真理 我们都将活到永永远远 肉体是痛苦的 可是比肉体更痛苦的 是在地狱当中 那个永永远远 活跃当中的痛苦 宋尚杰大家都知道 他本来是在美国读化学博士 都已经拿到了博士学位 甚至在国内都已经有奥复给他 到大学里面去做 回去之后做教授 可是他幸福以后 他非常火热的 要传福音 他觉得说拯救灵魂 比教什么化学 教什么别的都要重要 所以呢他在这里呢 结果呢 误入了一个神学院 那个神学院 是一个无形天堂和地狱的 一个神学院 所以啊 有真基督徒就有假基督徒 有真教会就有假教会 有真 神学院就有假的神学院 所以不要弃乱 有神学院 不承认有天堂的地狱 那 他看这个神学院要干什么 除了骗财 为别的解释 OK 这个神学院 就觉得 宋尚杰师的疯子 就把他送到福音院 可是他从福音院 逃出来以后 结果又被抓回去 又灌在一个更 就是看管更严厉的一个精神病院 在那个精神病院里 那些精神病 那些精神病人 不是大喊大叫 就是砸这个砸那个 就是跺脚 爬身 抽谈 总之不得安靡 但是宋尚杰 他没有精神病 所以他整天就安静在那里 读圣经 所以呢 在封生 他最后讲说 那个封人院 精神病院 是他真正的神学院 他在另一个时间当中 把圣经 据说是读了四十多遍 OK 那他在研究圣经当中的时候 因为他过去接触到神学院 是不信天堂和地狱的 他就有一个祷告 他说上帝啊 我不知道有没有天堂和地狱 除非你向我险 只要天堂地狱是真实的 我这一生就专门来传讲 有关天堂地狱的信息 这是他的祷告 有一天 晚上 到了凌晨四点钟的时候 他发现他牢房对面的那个犯人 那个犯人呢 起初很安静 很安静 可是到了早晨四点钟的时候呢 就开始 哎呀 就是那种痛苦的声音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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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痛苦的呐喊 啊 然后他杯子里 他拿了一个风杯子 那个杯子里面呢 突然就着起火来 着起火来之后呢 这个这个精神病病人呢 一边痛苦的声音的时候呢 他一边把这个这个杯子里的火 就倒在他的嘴里 然后呢 整个这个人呢 就变成了红彤彤的一个人 好像在火焰当中 那这个好像在火焰当中 这个人就一边哎呀 痛苦的声音 呐喊 然后十分钟以后 慢慢的安静下来 然后呢 这个好看似火的东西呢 也就熄灭了 十分钟的时候 哇 松上节看完以后 我就觉得说 这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到了第二天 凌晨两点钟 安静五十 三点三点半 都没什么事情 三点五十五 也没什么事情 等一到整四点五以后 同样的情况 又在这个犯人 这是这个精神病人的身上 又开始重演 然后这个杯子当中 也是那个火 然后倒到这个口里以后呢 整个身体就轰轰轰的 就像在火焰当中一样 第三天 这个还是十分钟 十分钟以后呢 哎 这个人有安静下 到了第三天 同样的一幕 在四点钟 重新发生 突然这时候 松上节明白了 他知道说 神听了他的祷告 借着前面的这个精神病人呢 要向他写 天堂地狱是真实 所以他跪下来 他说神啊 谢谢你 告诉我天堂地狱的真实 特别是地狱是真实的 我的一生 会为你来传扬飞音 所以后来 他就释放以后呢 在回国的路程当中 在船上 他把他的PhD 法学PhD的证书 丢在大海里 所以他短短四十多年的人生 他最后就是奉献在中国 乌奈亚传飞音当中 天堂地狱 特别是地狱 我们下下属 我们在专门讲天堂 那地狱是存在的 上个月 上个月四月四号 清明节 很多人为了纪念 已经死去的亲人 又是烧纸 又是供东西 那我知道说 很多人 烧纸钱 那个纸钱 不是一百块钱 二十块钱 或者是 都是印就印的 一张纸就是 一亿美元 或者是一千亿美元 然后这么烧 哦 请问地狱里还可以用钱呢 我知道梅兰芳过世的时候 她家人是给她 不是梅兰芳 梅兰芳 香港的梅兰芳 梅兰芳 她过世的时候 家人是给她用纸缝的豪宅 还有豪车 然后再烧了 好像在另一头 还可以开豪车 住豪宅 那有些人 还会烧什么 还会烧麻将 因为怕在那里头 会寂寞 可是打麻将 需要四个人 那你一个人 不够怎么办 再烧塞个纸 不能一缺塞 禁忆里 或者一定的世界 那个不信神的那个世界 如果这么美好的画 你烧这些 可能还真是有意义 问题是 我曾经像一个老人家 去传福音的时候 他说我承认有事 但是我不能接受 我不能受习 总之我不能成为基督徒 他问到底为什么 你不愿意 最后他再讲真实的原因 他说我都老伴没有信耶稣 那我要信耶稣 我去那里 他在那里 哇 我们就分开了 我说 伯父啊 我说 难道在那里还有亲情吗 还顾得上亲情吗 透过这个故事 你好像看了 他说 那个财主还能想到说 在那我们的弟弟啊 兄弟 他在魔鬼掌权 你看奇事物 奇事物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在地狱掌权作王的是魔鬼 是撒旦 在那里 是没有任何亲情 没有爱 在那里只有痛苦 只有悲伤 OK 我们将都要活到永远 那今生的抉择 决定了将来以为他们的去处 也就是说你 活在地上 你自己的决定 你的生活方式 决定了将来要去哪里 在这个故事当中 拉萨鲁之所以去天堂 不是因为他生命 他去天堂 那个财主 他去地狱 不是因为他富有 不是的 这不是我们信仰所 这不是我们信仰所宣扬的 不是因为他富有 他就该下地狱 不是 透过经文 分析说 那这个拉萨鲁 他之所以能够进天堂 或者说 透过财主其中有一句话 他讲了说 他祈求杨大海 说呢 让拉萨鲁复活之后 就告诉我们 那里的弟兄 他们就可以 两个字 那个很要紧 他们就会悔改 原来之一 财主没有回改 这才是他去地狱真正的反应 所以耶稣讲的这个比喻 尽管是对犹太人讲的 犹太人并不相信耶稣 他们只相信 好人可以进天堂 富人进天堂 但是耶稣讲的故事 跟他自己所宣扬的 阴性称义 一点也有毛多 恰恰相反 是跟他所宣扬的 因信 因相信神 因信靠神 得拯救 是一致的 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 财主之所以 进了地狱 是因为他没有回改 如果他真正是个犹太人的话 他根本不是一个 敬虔的犹太人 按照犹太人的标准 一个敬虔的人是可以 一个好人是可以敬虔的 但是按照犹太人的标准 他不是一个敬虔的人 天天念乐 连安息人都不守 连祷告人都不守 更不要说按照律法 来照顾贫穷的人 但是相反 我们看到说 拉萨路神是他的帮助 这样一个穷人 这样一个痛苦的人 他可以敬虔的 是因为他是信神的人 所以今生我们的决定 是会导向我们将来的去除 所以刚才提到说 那个财主尽管他富有 但是他却没有照着 规法的规定来 照顾那些贫穷的人 那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做基督徒的 我们只信上帝就行了 信耶稣就行了 其他什么社会公义 什么社会关怀 我们都不需要 恰恰恰 雅各书人讲得很清楚 信心如果没有行为 就是死的 当然 没有信心的行为 也是死的 也就是说 当你信耶稣以后 或者用一句话说 行善并不能够 或者帮助求人并不 意味着我们可以进天堂 但是如果 你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 他一定会按照耶稣的要求 耶稣的命令 来践行他的信仰 来关怀那些人 社会的弱势群体 或者给你帮助 你需要帮助的人 把这个真正的性质 落实在行为当中 才证明你的性质 是真实的 不是虚假 很多人以为自己真信耶稣 其实只是像魔鬼一样 只是主任有上帝存在 上帝的确成为人 他只是成为这个事实而已 但是没有邀请耶稣 真正进入到生命当中 来掌管他的人生 财主之所以进地狱 是因为他把财富 把他的度负当作神 所以耶稣说 人不能侍奉两个主 你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钱财 当你把钱财当成主以后 那自然你就不会把神当成神 那行善 并不代表人能进天堂 但是一个信族的人 一定要学会行善 所以圣经当中说 明知道行善而不具行 就是这个 讲得很清楚 所以我们基督徒 是一定要将信仰 落实在生活当中 上个星期 不是27号 4月27号 我们在短圈队到摩西哥去 去短圈 请弟兄姐妹来奉献一些 大米 灌火 斗类什么的 那在儿童时 我就发现说 有很多弟兄姐妹 凭着爱心 来帮助这些 有需要帮助的人 送下了很多的食物 那我们短圈队就可以 能够带去帮助那些人 OK 那另一个真理 刚才提到两个真理 第三个真理 死亡不能够毁灭人的知觉 记忆以及自己的身份 不是说到云间之后 地狱之后 就失去知觉 恰恰相反 你的知觉 你的意识 都还存在 可是 如果都还记得的话 你猜想这个财主 他最 他在想什么呢 他会想什么 除了刚才讲说 哎呀不要到这里来 让那五个弟兄 不要到这里来 那这个财主 会想什么呢 如果还记忆存在的话 会不会是极为的懊悔 极为的自恨 会不会 早知如此 何必当初 可以吗 可以 所以这更是一个 在火焰当中 极其痛苦 是因为是 那个懊悔可能 三号可能一样 整天可能垂胸动辱 当时 为什么要那样生活 为什么不尽情不做 不尽情追求神呢 不观观那些祸事呢 OK 在地 在地狱里 没有后悔要 在地上 有后悔要 各位 是有后悔要 你过去没有信神 甚至抵挡神 你后悔还来得紧 有后悔要 耶稣告诉这个比喻 就是要让你快快的悔改 快快的吃这个后悔要 免得重蹈财主的复仇 OK 人死了 无法与世上的人交往 没有办法 都知道 死了的人在地狱里知道 地狱的人知道 那你很痛苦 却没有办法告诉 活着的人 当我们看到这个比喻之后 你的感触是什么 你的感触是什么 我们信主了 可是我们还有很多的亲人 我们还有很多都没有信主 要不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呢 要不要告诉他们 将来有的去处是很不无的 这就是我们主学现在要 装备弟兄姐妹要清楚的 特别是 因为有些人可能清楚只是没有胆量 当然更多的人是清楚 对于天堂地狱不清楚 很多人是没有胆量 那借着我们的教导 弟兄姐妹一起的操练 我们就是要装备甚至壮胆 来传扬福音 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生活不是生活的 不是在世的目的 不是我们最终的价值 不是 是要完成神给我们的那个目标 方式 方法 你不要把方式 方法和那个终极的目标搞定 我们是要工作 是要生活 是要取牺牲子 但那不是神创造我们的终极的目的 终极的目的是要荣耀神 是要爱神 爱人 是要在教会里要服侍上帝 是要传扬福音 是要加入到这个群体当中 成为教会 成为他身体的意愿 这是神 终极的目标 一句话就是荣耀神 这是神给我们的终极的目的和意义 所以在地狱当中有一个呐喊 有一个呐喊 不要来这里 这里很痛苦 如果地狱可以来信的话 那个信上不光这么说 可能还具体地说 也不要烧纸了 烧钱了 民用过不来 也不要拜我 我自己都自顾不暇 我怎么能保佑你呢 那个地狱的来宫可能还会说 来一个路上 那个门是宽的 但是没有出口 千万不要来 或者说呢 好好地地上预备 不要到这里来 这就是来自于地狱的那儿 我们没有办法 亲自听到一个死而复活的人 来讲述这种事情 当然 有死亡90天的那个病师 说他曾经去过天堂 天堂回来之后 也告诉我们书旁的这个美景 我们没有听到一说 从地狱里 说回来以后 讲述地狱多可怕 哎呀 然后再宣讲 就像那个故事 从天堂回来以后 来宣讲福音 所以神知道 所以才借着圣经 借着这个故事 这个比喻 来告诉你我 地狱的可怕 以至于你我 来好好地预备 当我们听到了这个故事 呼喊以后 我们是无动于衷 还是真正地把它听进去 真正能够警觉 我们还有极大的使命在你的身上 我们不是会不光要自己预备 我们还要带领更多的人脱离地狱的痛苦 或者是罪恶的瑕疵 因为罪的代价呢 是这种死亡 或者说脱离魔鬼的农移 因为罪是来击魔鬼的 那罪以后带来死亡 所以当我们听到这样的呐喊以后 我们应该怎么来回应 其实在纽约 在唐洛街那些脱离客 他们那种脱离感 其实是可以回去的 即使不回去 在这里挨到一段时间 也许还有机会 遇到大社会 他们还可以得到身份 如果赚足了钱 也许还可以光光要独的军回去 还可以脱离那个附近 但是一旦进入到地狱 没有任何机会 没有任何的特能 那是没什么特色 只好在那里 只能在那里 永不止息地挣扎 在痛苦当中挣扎 所以透过这个语言 我们要知道自己的使命 也只要明白自己活在地上的意义 要为将来做准备 我们一起来祷祷 主啊 谢谢您使用这样的比喻 来告诉我们地狱的可怕 天堂的美景 主 求您帮助我们 在读过或者思考过这个比喻的时候 主 让我们活在地上的人 真正的能够好好的为将来来做预备 我们知道我们将来要活得永永远远 我们期盼的是每个弟兄姐妹 我们所接触到的人 都能落到亚伯拉罕的怀里 在主 你自己的国度当中 得你的安慰 得住你自己的扶持 主 因为知道在那里 没有忧伤 没有眼泪 没有痛苦 没有疾病 更是没有死亡 但是在另一个世界 那是永远的痛苦 永远的 那个死不了的那个痛苦 是永永远远的 主 我就求你来帮助我们 建立这样的一个信心 主 我们是属于你的 主 我们要为你而活 主 我也给我们这样的 在我们心里 主 放下这样的一个负担 就是把这样的一个好消息 要告诉所有我们所接触到的人 以至于每一个人 都可以得下天堂的荣耀 主 我们宫敬的仰望 谢谢主 推提我们的祷告 奉我主耶稣 耶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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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主 谢谢主席 谢谢主席